其實在整個農業來講 我們的落農業跟世界的接軌 幾乎都是同步 自衛權公司來講 對福祉落農的話 我們把它定位為 所謂的落農的產業提升 整個落農產業的形象提升也好 都是一個多方有利的局面 未來在這個五到十年之內 是所謂台灣農業的寬轉期 也就是未前公司能夠掌握這個期間 再加緊的對你們的這些落農 再進一步的來全力輔導 我們提供落農 去鼓勵它去更新自動化的設備 或是新增設自動化的設備 我想要有優質的生奶 一定要有最健康的乳牛 才會產出這些最優質的生奶 每天集合的每一頭牛 甚至每一分鐘的這些數據 分析到每一頭牛的健康程度 來給它特製的一個配方 滿足它的營養需求 對落農方在日糧上面 也不會造成那些剩餘的浪費 在夏季的時候 乳牛它相當的熱情破 所以說我們在去動設的設計上 我們就寬敞 通風 然後我們有自動化的風扇 自動化的噴霧噴水系統 讓牛脂降溫 要維持牛脂的舒適 未前公司有關大事劑的應用 比方說在乳量的預測 包括這些乳品質的監控方面 我們會更著力地來對這些落農 來加以教育信念 比如說能夠取代它眼睛 去觀察 鼓勵它裝置電子耳標 自動偵測器 隨著各項的包括更新級的炸乳設備 能夠取代它的手 能夠更取代它的勞力 你看現在我們在國內喝的鮮奶 是24小時的鮮奶 今天早上擠的鮮奶 下午就送到你工廠的生產 其實都是我們落籠 包括工廠 包括通路端的搭配 方便我們消費者在市場上 能夠購買到這些新鮮安全的比例 像我們衛權公司針對於落農所交的乳品質 我們如何地去補輔導跟把關 將近這20年來是我們業界首創 當天擠奶當天收乳的 我們可以當天收落農最新鮮的生奶 然後當天回饋給落農 你的品質是如何 另外公司在整個一個落農的輔導 跟所謂的品質的把關上面 第一個 乳車在出發前 它的乳槽是不是有相當的乾淨 整潔 第二個 在它收乳的過程中 或是我們要求的一個酒精試驗 我們連乳的溫度都要符合冷鏈的溫度 我們要降到7度C以下 也就是說最新鮮 最優質的奶 最立即就送到工廠來加工 這是我們公司對於品質的一個堅持 永續經營的方面 那衛泉這邊的話就舉辦了所謂的 青年的落農的共識營 我們邀請的都是落農的二代 三代 那些年輕人來參加 這六七年來很清楚的 農業4.0已經上路了 包括這些落農的這個潛力來學習 這整個產業都變觀了 跟所謂的現在的所謂的科技的進步 幾乎是差不多同樣的 在落農產業導入科技化 自動化的時候 我們在乳品廠的角色 當然最終是希望它的產品 它的奶質量是提升的 當乳品廠的角色回饋 給落農說你產出好的品質 讓你相當從中獲得應得的利潤 這個是作為一個對於優質的 牧場的一個鼓勵 台灣現在整個農業來講 可以說是乳業是最安定 而且獲利能力也是最穩定 對整個國家的貢獻是相當大的 也考慮很多個要負面